他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 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于不经意间的触动 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 甚至改变了历史 军事科技暑期强荡推出 系列节目枪械设计大师 带您穿越时空 探寻经典名枪背后隐藏的传奇故事 1893年英国殖民军在武力征服非洲南部 马塔贝莱的行动中 50名英国士兵凭借四艇马克进机枪 与5000名足弩勇士展开机展 最终3000足弩人倒在了马克进的枪口之下 5000个土人拿着长矛大刀向50个人冲去 走在最前面的人射倒了 第二排的人踩过前排人的尸体往前冲 他们甚至没能靠近英军100米之内 在马克进机枪没有出现之前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像英军一样 在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中获得胜利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军事科技 如果我们把灭火器 运斗和马克进机枪放在一起 也许你根本无法把他们联系起来 然而这些天才的创作却来自于同一个人 他就是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进 那么这个普通工程师出身的 英籍美国人又是如何发明出 世界上第一款自动武器的呢 这张照片是马克进和自己设计的 第一款自动武器的合影 1840年马克进出生在美国 一个贫寒的家庭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家族 日后却成为了致命武器发明之家 马克进的兄弟哈德森马克进 发明了大威力炸药 他的儿子小海勒姆帕西马克进 发明了消音器 马克进机枪可以说当时的背景就是 叫做电气时代吧 就是一开始是蒸汽机 后来蒸汽用来发电了以后呢 就电动机用于生产 那么一下就有很多很多的发明出来 1846年 六岁的马克进被送入 桑格斯维尔市的一所小学就读 其非凡的机械天赋 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来了 14岁那年 他进了一个马车作坊当学徒 当时他制造了一艘小木船 和一架马拉杵把机 这为他今后从事武器的研究 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个时期呢 就是科技发展 由于电动机的带动 它像井喷一样的各种出现 新式的东西 什么流声机啊 电影机啊 电话啊 电报啊 都是这个时代出来的 那么和同时期的武器比呢 我觉得就是马克进 他就是把很多的最先进的技术 像无烟药啊什么的 都组合在这一个武器上 1863年冬天 23岁的马克进 迎来了自己一生中重要的阶段 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他接触到了这本 《油耳 艺术 矿藏和制造技术词典》 马克进花了整整一个冬天 来阅读这本书 他开始认真思索 自己的制造技术 这为他以后发明马克进机枪 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进呢 实际上文化程度不高 他是个小学生 小学文化 那么十几岁呢 就做这个 就是马车厂的学徒 那么后来呢 爱搞发明 当时的美国也不太讲究学历的 只要你能有发明就可以 但是呢 他出来晚了 就是美国当时有一个 最著名的发明家 就是艾迪生 艾迪生呢 有自己的专利 有自己的公司 那么他呢 这个他的公司本身呢 是排斥其他的发明家的 那么马克进呢 就是艾迪生第二 但是呢 他就老受到比他先走一步的 艾迪生的这个排斥 1880年 40岁的海勒姆·马克进 因为拥有50项发明专利 而成为艾迪生的重要对手 为了让马克进放弃对电灯的研究 并离开美国 英国每年给他2万美元的报酬 但是伦敦的生活让他厌倦 这时一位好友从美国回来 对他说 把化学和电放一边去吧 想挣大钱就去发明新玩意儿 帮助欧洲人自相残杀 于是在英国炼钢大亨 阿尔伯特·维克斯的帮助下 马克进开始研制一种新型枪械 一种令世界震惊的武器 最后他就选择了 艾迪生不做的事 就是做机关枪 这条路呢 没人跟他竞争 如果说是掉落的苹果 砸中了牛顿的脑袋 从而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那么马克进发明自动机枪的创意 则来自于他红肿的肩膀 1882年 马克进赴英国考察时 对斯普菲尔德步枪进行了射击实验 在开火的瞬间 巨大的后座力 使枪托重重地撞在了马克进的肩上 他的肩头红肿了起来 疼痛时马克进想到这种巨大的力量 能否被用来做些有用的事情呢 所以马克进的这个枪管短后座原理呢 就是利用了这个力量 就是他在前面啊 加了一个这个 就是等于助推装置 就是我加了一个膨胀枪 让他出去以后再往回反一下 然后呢再提供一个更好的 他把枪管本身啊 连枪机带枪管会有一个很短的一个距离 然后撞一下以后呢 枪管再回去 枪机借着这个劲往后运动 然后把弹壳拉出来 再把弹推进去 马克进首先在一支老式温切斯特步枪上 进行了改装实验 利用射击时子弹喷发的火药气体 使枪完成开锁退壳的过程 这样一旦开始射击 机枪就可以一直射击下去 直到将弹带上的子弹打完为止 这种直接射击相比以前的武器 节省掉了装弹时间 它是第一支靠火药来循环的 如果比起那个手动的加特林机枪来说呢 可以说它是非常轻便的 因为加特林机枪有十根管 马克进它有一根管 那么光这个整个的这套机构 包括加工 那它都要便宜好多 也轻很多 如果说火药燃气的应用 和自动原理的高效设计 为马克进机枪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动能 那么一条长达6米 可载弹360发的弓弹带 就使这顶机枪成为了 真正的杀戮机器 直到现在 全世界的主要重型高速射击武器 依然采用这种弓弹方式 因为你大量的使用这个 就是这个宿舍的时候 你大量的发射子弹 它这个供弹装置一开始 是不好解决的 那么直到就是想出了 这个帆布弹链 这个东西就是把一个 这个帆布两条砸在一块 然后这个缝的时候 就是中间有一段不缝 就可以把子弹推进去 那么这个帆布弹链 300发的这个弹链 可以说是马克信的 这个发明之一了 所以可以说从这一天起 就是马克信可以说 是现代机枪之父吧 1885年4月 马克信对他的得意之作 进行了第一次推销 客户是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1847年就成立的 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是当时世界上 最老牌的工程师协会 马克信先给工程师协会 做了一次自动机枪的演示 突出了马克信机枪最大的卖点 自动武器 他的演示非常简单 他只需要往扳机上轻轻一扳 机枪里的子弹 就像大雨一样喷泻而出 马克信在打完他整缩子弹之后 观众们久久地保持 鸦雀无声的状态 然而这并没有得到 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青睐 马克信一开始推销的时候 它这也是一个引起两个质疑 第一个质疑就是 很多国家认为 你这个性能是假的 不可能一个机枪 一分钟打600发 所以马克信经常就是说 比如到俄国去推销 人家俄国的上层都不相信 让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 1893年的英国殖民军 在马塔贝莱兰的战场 为什么50名英军士兵 可以抵挡多于自己百倍的 足弩勇士 以马克信机枪 一个弹带250发子弹计算 从战争开始的头30秒里 四挺马克信机枪 就已经制造了一个 由1000多发子弹组成的死亡屏障 那么在这场战斗中 马克信机枪的 第一声枪响 就已经确定了战争的胜负 就在马克信机枪 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的时候 各大军事强国呢 却并没有大规模的装备 这种机枪 就连英国自己也没有这个打算 也许这张照片中的故事 可以揭开各国不愿装备 马克信机枪的原因 这是1896年 大清国全权特使李鸿章 到访英国的一个故事 他在伦敦参观一种新式武器 而这种武器正是马克信机枪 在数分钟内 马克信机枪就将一人粗的大树 拦腰打断 李鸿章不禁感慨 太快 太快 除了李鸿章不要 很多国家都不要 就是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奇迹 来接受展览 但是很多国家认为不实用 就是也想不出他的战术 跟他配的战术 每分钟高达600发的射速 是马克信机枪最大的优势 而这种优势所产生的大量弹药消耗 却又成为他推广的最大障碍 这对矛盾困扰着马克信机枪的 整个发展史 因为当时的世界各国的军方的军械部门 都是一些老将在把持着 这些老将们考虑问题就是 就怕消耗弹药 就怕成本高 比如英国人 英国人设计的里恩菲尔德步枪 就有一个开关 就是这个开关关上的时候 弹仓被隔开了 这个枪只能一发一发装 这种奇葩的装置 都是那些殖民时代的老将脑子里才有的 对付殖民地什么的 和现代战争完全无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你一个新的发明出来 倒让军队里那些比较保守的 那些高级将领 让他们认可这个中间的过程 相当复杂 李鸿章对马克信机枪产生的顾虑 也正是其他各国不愿装备他的主要原因 访问英国时 李鸿章也只是购买了三瓶马克信 用以回国研究 此外 各国已经大量装备的老式手摇机枪 也成为马克信机枪无法逾越的屏障 就在马克信机枪问世后的十多年里 美国还在继续装备 加特林手摇机关枪 如果这样下去 马克信机枪极有可能在世界武器家族里 成为默默无闻的意愿 然而到了191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核战役 彻底改变了马克信机枪的命运 可以说在马克信机枪使用之前 一个步兵营 它最主要的武器是步枪 那么这个步枪是因为 比如说加特林机枪 你没法随着步兵营运动 那么这个马克信机枪 你可以比如说驮在这个马背上 那就可以跟着步兵运动了 步枪救管射击200米以内 远的全部交给机枪了 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步兵战术 就有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就是从一战可以说是一个变化 1914年8月3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洲各主要参战国 各派遣了500万军队开进战场 人人预测这场战役 将会像拿破仑时代一样 最终以骑兵的冲锋而获得全胜 然而战争却以截然不同的面目 出现了 自动武器马克信最终成为了战场上 真正的主力军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进入僵持阶段 在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地区 协约国从6月24日开始 调集2000门火炮 对德军阵地发动了炮击 7天后的清晨7点30分 10万联军随即冲出战壕 然而这些英法士兵并不知道 自己正在扑向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 就是因为当时双方的战术 没考虑到机枪的威力 而双方的进攻与防御 都是用大量的密集队形的 那么本来如果没有机枪的话 它靠人数的优势 就能冲过步枪的火力那几百米 最有效的可能就是两百米 德军的400多艇马克进机枪 瞬间席卷冲锋的英法士兵 近第一天 10万英法联军就伤亡6万人 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 从高处砸下来 因为当时的机枪的配置 它不是正对着你的进攻方向的 它是在铁丝网的掩护下 布置在进攻的两翼 这样的话它能斜着打穿 你的整个的横队 就是它的效率更高 那如果是正对着你的话 有很多间隙 它就子弹就浪费了 但是它斜着布置以后 它就能够基本上 那个效率特别高 马克进机枪出现以后 各参战国的人们 披挂上阵 战斗在工厂第一线 然而一万名工人 奋战一个月生产的子弹 只够前方一天密集射击使用 子弹生产出来 就是为了像雨点一样 从天而降 而马克进机枪发展的势头 则更加迅猛 很快就遍及了世界各地 用于各个战场 各国不得不研制新型武器 来应对马克进机枪 所以在索姆之战的时候 双方就是说 用原来老式的 这种散平线战术 发现根本就过不了 机枪最后的300米的 控制范围 所以那一仗 可以说后来就催生了坦克 催生了步兵炮 催生了迫击炮 就是全部是针对机枪的 马克进机枪的出现 彻底终结了 自拿破仑时代开始的 陆军集群冲锋战术 改变了战争的规则 影响时代的进场 开创了人类武器的新历史 不过由于一种 叫坦克的新式武器的出现 德国最终以战败收场 而由于马克进机枪 巨大的杀伤力 凡尔赛条约中 甚至明确规定 德国不得再拥有 马克进机枪这样的武器 那么最终的影响 其实就是等到了1918年 双方都找到了 对机枪阵地的劫法 劫法是不一样的 英国是坦克 德国是风暴突击队 那么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谁说谁也耗不下去 所以这些个 一战末期的思想 在二战中 才真正变得发扬光大 就是坦克的武器 和突击队的思想 结合出了闪电战 这一点可以说 马克进 他等于是 这一个小小机枪 最终把 等于战争史推了一代 就从蒸汽时代 推到了机械化时代 那么他真正的影响 可能就到二战的时候 马克进已经过时了 但是很多的战术 都是为了对付他 而研制出来的 1916年11月24日 索姆核战役爆发 几十天之后 76岁的马克进 在伦敦去世 他开创的自动武器技术 一直沿用至今 而他也开启了地狱的大门 据统计 仅一战倒在 马克进机枪下的亡魂 就达到几十万人之多 一战后 机枪以强大的威力 让昔日的欧洲帝国覆灭 并为新霸主的诞生 铺平了道路 新的战术开始应运而生 但对于那些 被机枪困在好沟里的士兵来说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军事科技 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 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于 不经意间的触动 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 甚至改变了历史 军事科技暑期强荡推出 系列节目 枪械设计大师 带您穿越时空 探寻经典名枪 背后隐藏的传奇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